高空中驚艦一顆泛著白光的球體 不是飛機 也不是月球 這是來自中國的監控氣球 出現在美國國土上方 已經好幾天 引發五角大廈高度關注 出動三架戰機追蹤 一追才發現大事不妙 路徑就這麼剛好 從加拿大一路來到美國軍事重地 讓中醫院議長麥卡錫都發推文 向拜登喊話 別再沉默了 不過美國知庫研究員表示 過去幾十年早有許多國家 都用氣球偵查 甚至能追蹤飛彈 或掌握通訊連接點 更是冷戰時期的愛用工具 氣球遠比間諜衛星便宜 而且具有更久的滯空時間 可以慢慢移動 長時間觀察特定地區 中國更加碼在近幾年 積極研發多種新式氣球和飛船 其中就包含去年五月 中國官方科研單位 宣布自主研發的吉姆一號飛船 飛船從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營地升空 一度達到九千零三十二公尺 超越聖母峰的高度 締造新紀錄 現場中國科學人員高興的流淚 說是要用科學為國貢獻 卻讓各界更擔憂 中國拼命研發出的新科技 是否就出現在美國國土上空的 這顆氣球中掀起更多恐慌 三新聞 《有海軍》報導